彰化线的分圆箱 亲子拔萝卜活动是迈入了第四年 而在今天是盛大举办 开放一公顷三万多根的萝卜 让亲子免费拔到爽 但是活动还没开始啊 就已经有民众按捺不住 提早开跑 七分多钟的时间就全部被扫光 野下的主办单位直说太夸张了 明年要继续讲吗 超过五千人达到大股 中进田里弯下腰拔萝卜 最细章话现分圆商亲子拔萝卜活动 今年已经迈入第四年 开放一公顷三万根的萝卜免费 让民众大人带小孩拔到爽为止 但预备备还没喊开始 大家就等不了了 所以说是亲子活动 但大家可都是由备而来拼了老命 你一下子就两袋了 他们装饰很强 你们是有分钟合作就对了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一家大小五个人就装满了 两大袋的萝卜 真的要吃恐怕照三餐 一个月都吃不完 你一个人就这样 我来这么厉害 这有什么技巧 我手手好 我阿伯啊手手好 不只是年长者才得很尽兴 小孩也都玩得很开心 以前有穿过拔萝卜吗 没有 拔萝卜有没有很难 没有 有没有很开心 就是人有点太多 为什么 太大肢了 就是人太多了 这次共襄盛却的民众真的是 下冬的月 很多人 每年都很多人 咬杀 之前在犯怒的时候有人刚好要不玩 然后跟他说已经拔完了 那你们怎么时候来排队的 7点 7点 对 不就那台开始 民众把罗坡偷跑活动被迫提早三分钟开跑 有人踩到太万火手机掉了都不知道 那你怎么掉了 一公顷的农地大约3万根萝卜 仅仅7分钟就被民众抢罚一空 就半分看到民众太热情 决定明年要继续加码 又让参加活动的人都能有个 好彩头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